受到去年十丘港者麥明思的影響 新日界香港小姐競選的首輪面試 當中的佳麗亦不乏來自兼橋 曼津斯特大學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 海外名牌學府留學生 亦都有不少粗 吳下吳淡廣東亞的國產大媽 質素參差 而在這麼多名參加者當中 就有幾位被看高一線 還瞬間被瘋狂起底 現在就同你逐一介紹 首先有翻版高凱寧,黃絲啞 始終高齡擁有豐滿常圍和S身形的他 以英國倫敦國王學院修讀經濟及政治系 有腦又有身材 最喜歡在網上分享周遊世界各地的性感靈賞 將將都比堅尼上陣 相當惹火友人 難怪IG有過萬個追蹤者 人氣真是不屬虧過明星 接下來就是縮水廖碧儀Sophie 樣子跟廖碧儀有幾分相似的他 今年23歲 畢業於英國金士頓大學時裝設計系 曾經在英國擔任服裝設計工作 潮流的觸覺非常敏銳 不時亦會在社交網站分享潮流資訊 而他的性格外向活潑興趣多多 曾經參加過歌唱比賽及舞蹈表演 動靜嘉義 而第三位就是現年22歲的鋪屎王馮瑩瑩 而在港大修讀食物及營養殼的他 是校內的風頭燈 曾經參加過雜誌舉辦的大專校花校草比賽 被冠以港大真女神的美名 任兼職無特異的他 曾經擔任多個展覽的showgirl 今年年初更加代表香港 飛到上海參加Mary Kay 第三屆百變美人貴的大中華區決賽 他豐富的舞台經驗有助為他選港者而鋪路 至於第四位就是大眼周秀娜Yuki 他全名叫唐碧霞 曾經修讀英國工商管理課程 半年前擔任過NOW TV體育節目主持 演繹是無得二 而家住公屋的他被指百分百港女 至少就發明星夢 中學就已經開始自拍私影 還說希望釣過金龜嫁過有錢人 而另一位24歲始終翻版湯儀的Mandy 阮嘉敏 他在一二年入行做無特異 曾經跟古天樂、張繼聰等拍攝廣告 是名副其實的CM王 畢業於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媒體及傳播Talk-up degree的他 讀書期間已經任職兼職無特異 並擔任美亞電視娛樂節目主持 早年參選過雜誌舉辦的校花選舉 他在訪問中就表示 不能夠接受自己穿泳衣選港者 但志願就是做電視主持 所以做無特異只是為了鋪路 最後一位就是21歲的國產岑禮鄉董依林 他現在在上海修讀經濟系 每次都語出驚人 他自稱是在上海出生的香港人 但全程就用普通話對答 他還說參選港者只是玩玩玩 而對美貌信心爆棚的他 有不少演出機會 曾經為攝影網站擔任無特異 扮成非洲土著之外 又自爆獲北京公司力邀拍電影 擔任女兒 他強調自己不是富二代 但就很喜歡在微博戴曬名牌 背景看來不惹小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